对于马团队宣称这一次跟绿营在美国短兵相接金普聪成功的操纵议题走向 接下来还要计划日本行 也很可能会再跟对手翔路相逢 为此刚刚结束访美行程的民进党的参选人蔡英文很不以为然 痛批国民党的言行没隔掉要马英九检讨这样的选战策略 结束访美行程 民进党领导人参选人蔡英文一回到台湾 就有金联军送上鲜花 面对马阵营宣称成功压制了绿营在海外发挥的空间 让他们只能被动的随机起舞 蔡英文有点不敢置信 谁跟着谁起舞 我觉得国民党恐怕要重新评估他们的战略 不过马办似乎是跟出了兴趣 蔡英文的日本行金普聪还是要如影随形 我是期待说我们这一个选举是要有格调 那么现在他们所采取的这种战略 这种策略 让人感觉是一种没有自信的选法 也通常都会是在一个落下风的候选人才会采取的策略 话说的酸溜溜 事隔一天绿营立委也批金普聪过度吹捧自己的美国行 除非一方退让 否则蓝绿之间的海外割喉战势必又将再度上演 澳雅卫视周见为彭志华台北报道